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 最近在香港还有全球声援香港的活动里 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和旗帜 赤纳粹 以及合并了中国国旗与纳粹标志的赤纳粹旗 活动人士指出中共的强权治理 香港的警察暴力 新疆的打压迫害 比纳粹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赤纳粹点名了在习近平治下 中共的极具纳粹化 不过也有评论质疑 把中共与西方舆论极为敏感的纳粹相提并论 这是否恰当 会不会引发西方的反感 转移了外界对香港的关注 究竟把中共与纳粹连接在一起是否恰当 而全球又为何掀起了一场反斥纳粹的声浪呢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 来就此进行分析和讨论 第一位在演播室现场的是人权组织 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 杨博士您好 欢迎您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欢迎您 第二位通过skype连线来参与讨论的 是澳门大学传播系讲座教授赵新树博士 赵博士您好 欢迎您 赵博士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好 欢迎赵博士听得到听得到吗 听得到好 欢迎您赵博士我们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斜线VOA China 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杨建立博士 为什么香港的抗议者会想出要用赤纳粹这样的一个名词 纳粹这个词在西方是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把中共与纳粹连接在一起 他们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吗 我觉得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在习近平的治下 已经纳粹华的这种一种事实所决定的 只不过这个吃纳粹是对这种事实的一种描述和总结 在这之前呢 中国的作家于杰也写过一本书叫纳粹中国 也指出来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 中国已经纳粹化 在去年的我们的族群青年领袖颜锡营的开幕式上 我在开幕词也讲到 这个中国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 我在里边也罗列了很多的特征 一会儿可能我们有时间仔细的深入的分析 那个题目就是共同反制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 所以这个中国现在在共产党 尤其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 它已经是集左翼和右翼两个集权的统治的这个结合体 它是从共产主义集权 是红色集权 现在转移到一种右翼集权的特征 所以叫赤纳粹我觉得是比较准确的描述了中国的一个状况 因为赤表示着这个红色 红色表示中国它从共产主义集权走过来的 现在已经极端的纳粹化 极具的纳粹化 所以你用任何的一种概念去描述中国 可能都不能全面地概括它 而任何的比喻可能都是别角的 但是我觉得赤纳粹 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 可以帮助大家很快地用一个熟知的概念 比较准确 比较靠谱地来理解中国现在的性质 以及它的走向 那到目前为止 世界各地对赤纳粹这个名词 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呢 我觉得赤纳粹这个旗字一出来以后 大家都觉得非常准确 因为它是用英文叫China Nazi 结合起来的叫China Nazi 正好翻译成赤纳粹 我觉得非常准确 所以各界的反应都觉得这个比较 还是算是比较精大 而且也使得研究中国的 跟踪中国的 研究中国政治的 找到了一种理解中国的一个概念 因为在长期以来 尤其是中国近期 很多学术会议上大家都问 中国到底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到底是什么 它是左翼专制 右翼专制 共产党专制 还是什么法西斯等等 其中曾经有一个学者 我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 问说有人能不能用四千字 把中国是什么说清楚 四千字都说不清楚 就是说我觉得赤纳粹的概念出来 就像刚才我讲的 它不一定是完美的 就是完全全面的概括了中国 但是它是一个比较快的 用大家熟知的概念 比较接近的理解中国的这么一个窗口和概念 好我们来听听赵新树博士的看法 赵博士您怎么样看待这个所谓的赤纳粹或者红色纳粹 用这样的名词来描述中共 您觉得适当吗 刚才杨博士说赤纳粹这个词 大家都觉得非常精荡 我可能不是那种大家中间的一员 我觉得这个词是离中国或者中共现在的状况 十万八千里相距很遥远 而且这么说 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 只会把事情推向更严重更极端 对各方都有害的这个程度 为什么这么说 纳粹这个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所有的政权相互之间都一定有它的共同点 不能老是去找那些共同点 一定要找到纳粹 这个历史上非常突出 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政权 它的这个最主要的特点在什么 对人类历史上来说 它所造成的一个最大伤害的一个特色 是领土扩张 极具的军事的领土扩张 这一点中国现在没有 暂时也没有这个趋势 你也看不出来它一定会将来会走上这条路 第二是大量的种族歧视和屠杀 不仅仅是歧视 大量的这个大规模的种族屠杀 中共现在没有这么做 也没有这个 一时也很难确定 它会往这个方向走 只要从这两个方面来说 它跟现在那个纳粹这个方向 距离可以说是十万八千 而且中国现在究竟往哪方向走 还有一个很重要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就是老百姓 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 这个人民群众 他们是怎么一个形态 在当时纳粹的时候 德国民众中间的相当一部分 占大多数的 这个是真心诚意的跟着纳粹者 中国究竟是不是会像 就是老百姓会不会是想 向那个领土扩张 向这个种族屠杀 这个方向去走 现在看不出来 那么从这个方向来说 现在把它在这个前提之下 因为这个政权之间的 有一些共同点 我不否认 这个我也曾经说过 中国这个国力强大了之后 要防止往纳粹这个方向走 或者是国家主义化 往那个方向走 但是现在离那个距离 很遥远的时候 把它说成就是这样了 而且说是把它说成很精盪 实际上是把它 包括中国的老百姓 往那个方向去推 这是造成这个中华民族 大灾难的一种说法 也是造成这个全世界 尤其是在今天 那个当着这个 这个各国都有相互 就是尤其是这个 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相互之间能够摧毁 对方好几次的这种情况之下 把一个占人口 这个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 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用嘴巴说的办法 把它往纳粹那个方向推 那是极端不负责任的 好 我们来看一看 我想回到杨建立博士 或许您有您的看法 在这里呢 我想引述一位金融时报的 专栏作家 他叫爱德华卢斯 他最近也在一篇 评论文章里面提到 他的看法跟这个赵博士挺类似 他认为把中共与纳粹 来做一番对比 是比较鲁莽和轻率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当我们越是把中国 描述为敌人 中国就会表现得越像敌人 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变革 要从内部来发起 而作为外国呢 能做的只是鼓励中国的改革 还有让外界来了解 中国对内的一些压迫行为 我想请杨建立博士 来谈谈您的看法 那么刚刚您也听到赵博士 他认为这个中国现在距离 纳粹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没有扩张领土的这样的动作 也没有种族的歧视或屠杀 您的看法 我非常不同意赵博士 还刚才那篇文章的说法 是这种 他们的这种说法是本末倒直 因为这个中国走不上 走上走不上灾难 并不是我们这些人说的 而中国走向灾难的 一个根本的原因 是人们认不清它的本质 你说它是敌人 它就变成敌人了吗 你说它是朋友 它就变成朋友了吗 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 可以说不符合逻辑的一种说法 过去的四十年来 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国家 一直没有把中国当作一个非常 当然没有当作是一个盟友 但也没有把他当作是一个敌人 一直都认为 只要和中国有正常的关系 贸易关系 中国就会变得更像我们 更加自由民主 法治等等 但四十年下来以后 你发现中国可能走得更加更远 并不是说你良好的愿望 他就按照你良好愿望去走 而现在我觉得对于中国人 还有对世界最重要的 就是认清共产党统治之下 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的 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 是什么性质 如果你要是不认为中国在纳粹化的话 我们可以做下面的比较 刚才赵教授他讲了 他说中国现在没有扩张的行动 但是扩张的野心 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这个是大家不争的事实 你可以打开报纸 你每天都可以看到这种消息 在南海的 在海上建陆地 然后在世界各地的军事扩张 经济扩张 这个都已经看出他的一种野心 而且在十九大上 习近平这个政治报告里 已经表现出这种 建设这个世界最强的军事强国的 这种写得非常清楚 这种意愿走向已经非常清楚了 第二就是说 说这个中共现在没像纳粹一样 来这个屠杀其他民族的人 这个也是一种这个 不顾事实的一种说法 别的不用讲 我觉得只所以这两年 大家把中国看作法西斯化 当然有很多原因 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际原因 就是在新疆的集中营 这个是联合国的调查报告 联合国的数次指出了一个事实 就是在新疆 在集中营里关押了 超过一百万的维族人 在这之前 对于这个藏人的屠杀 这都是有资料在那里 在那记录的 所以这些已经表现出来 可能甚至是超过纳粹对于其他族裔的这种迫害 而中共这个统治之下 它的不仅仅是在政治上 政治上比如说全能性的一党专政 一个超级的领袖 全面的控制舆论 以及洗脑 这个还有 这个纳粹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征 就是民族主义 强烈的民族主义 在这几年 中国表现出来强烈的民族主义 不仅仅是官方 包括民间 刚才赵教授讲说 人民会跟着走吗 我还不知道是有多少人民会跟着共产党走 对 因为我们中国没有自由 没办法做这种民调 但是我们从网上看到的一些舆论 让人非常担心 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来 由于这个权贵集团的这个急剧的暴富 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 已经从受害者的那种心态 变成了爆发户的复仇心态 这种已经在网上表现得非常清楚 尤其是在在香港的这个事情出来 这个抗议出来以后 你看网上的言论 你看看在海外的留学生 海外留学生没有人去限制他的行动 你说在中国的网上控制只能控制言论 海外留学生表现的是什么样 喊杀喊打 对吧 然后这个在多伦多最明显的 就是有一些留学生 用法拉利这样的豪华车队向香港人示威 而且骂这个穷非常难听的话 就说你穷你没有资格给我斗 这爆发户的复仇心态已经表现出来了 这是当时和纳粹的历史背景 是非常相似的 一种复仇的心态 那么这个还有另外最重要的 大家可能都忽略了 没去谈的就是经济 中国的经济已经走上了纳粹经济 所谓纳粹经济是什么 这个学术上有定论的叫做统治经济 统一的统制度的治 它不是这个计划经济 不是公有制的计划经济 也不是市场经济 它是这个有市场 政府不甘于这个交换的价格 没有公有制基础的一种政府控制的经济 中国正在走向那个经济 这叫战时经济 就是战争时基本上很多政府都要用这种经济的模式 最近我在东京大学 还有这个明治大学做演讲的时候 我提到了这个中国纳粹化的一个特征 经济特征就是统治经济 日本的学者马上就明白了 他说我们这个军国主义的时期就是这种经济 所以这些状态都是说明了中国已经具备了 经典法西斯的特征 当然还有一些新的特征 我一会儿再谈 这就为什么我说他具备了经典法西斯 同时具备了当年的法西斯做不到的事情 这就为什么我称他为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 好 那赵博士我也想给您一点时间 您谈谈您的看法 那么从刚刚杨博士所说的 不论是从这个海外留学生 还有这个中国强大的这种 所谓的强国治理这种政策下的 民族主义的这种暴涨 那么还有包括了这种所谓的经济的纳粹化 我们看到在这个美中的贸易战 看到在香港的局势 看到在新疆的局势 这是不是确实也让国际社会有这种担忧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确实在走向纳粹化呢 你说是要担忧 我们都担忧 其实我更担忧的是 香港的那些抗疫的民族 从民粹走向法西斯化 因为他们在这里面体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 这个种族歧视 甚至对这个非我族类的人 施行暴力这样一种 但是我不会说他已经法西斯化了 我们有这种担忧 当然对中共我们也有这样的担忧 我甚至对美国现在走向民粹 甚至走向法西斯化 我也有担忧 全世界现在都在走向极端化 两极化 我们都有这个担忧 那么回过头来讲刚才杨博士的一个思想方法 我是非常不同意 是一种非常幼稚的一种思想方法 那么就是什么呢 本质论 他说了要看到中共的本质 哪有什么本质 你因为看到本质 你先假定他的本质是法西斯的 然后去找那些论据来证明他是 那么你就可以把它说成是这样 另外一个本质论的这种思想方法 也就不能够理解过程是很重要的 现在的这个趋势 不管是美国走什么方向 中国走什么方向 香港这个地区走什么方向 还在未定之间 你先把中共说成是一个法西斯化了 然后说中国的老百姓已经被他全部洗脑了 也要走向法西斯 然后我们就对他来进行法西斯 这种英语来说叫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你把它说成这样 他真的会变成这样的杨博士 这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历史来证明了 当然有的时候趋势已经不可改变 比如说在这个法西斯德国 在进攻波兰之前 这一刻已经是不可改变了 当时可能随进政策可能确实是错误的 但是在这个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 德国未必走向法西斯道路 比如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 如果战胜国对德国不是那么严酷 很可能德国后来未必走向法西斯化 你不能忘了这个过程 仅仅是说它的本质就是这样的 那么当年换句话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你按照你这个本质论的说法 接下来原子弹大战也是不可避免的 大家就准备打仗吧 你也准备打仗 我也准备打仗 那么战争不就进行就开始了吗 这是一种负责任的说法吗 把那个南海这个前岛 说成是跟当年德国法西斯 侵占波兰吞并奥地利等等等等 进攻法国 进攻这个荷兰比利时 说成是同等的事件 这是一种负责任的说法做法吗 这确实在这个 我们听到了很多报道 关于在新疆 但是这个能于当年 就是这个屠杀 这个犹太人是同日而语 是同一个程度的问题吗 而且当时的心态 德国法西斯的 他的这个理论 就是要消灭犹太人 今天我们看到 中共在很多一些 被国际社会诟病的一些做法 在很大程度上 他自以为认为他是在自卫 这种心态是根本的区别 好 赵博士在这里 这种区别不看到 而说他本质这样 所以你就找一些理由 搜罗各种证据来证明你的本质论 这不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 赵博士在这里我也想提出一点 这个您提到说 这个抗议者 他们对这个赤纳粹所提出这样的一种 还有这种本质论的说法 那么实际上在另外一方面 中国的官媒自己也把这些香港抗议者 形容为黑色纳粹 我们来看看导播有这样的一张图 这是中国新闻网 在9月21号的推特上 发表了这样的一篇图片 他把这个纳粹 这个戴着这个防渡面具的照片 跟香港的抗议者摆在一起 称香港的抗议者是黑色纳粹 那么您又怎么看中国官方自己 来加入这样的一个论战 那么很多人也说 确实中共或许跟纳粹没办法比 因为希特勒是专杀外族人 不杀本族人 但是中共政权却是专杀本族人 而且从中共建政以来 死去的这些牺牲的人数 要比纳粹德国所杀的人数要更多 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质疑 您怎么看 就是这个 中国的这个内地的一些媒体 把那个现在香港的抗议者 笼统地说成是所谓新纳粹 我刚才说了 身在香港 我是切身的体会到 作为一个讲普通话的人 我是切身的体会到 香港有一些极端主义者 他的那种种族歧视 这个种族歧视就针对 所谓说普通话的人的这种歧视 我是深受其害 但是他们离纳粹这个距离 很遥远 其实今天你提到这个例子 非常好 为什么呢 他就说明了什么呢 其实纳粹在我们可以找到的 除了骂人的脏话之外 是可以找到的政治上 就是说这个 可以接受的这个词汇中间 最极端的骂人的一句话 所以呢 尤其是由香港的抗议者 来把中共说成这个纳粹 或者是由中国的这个媒体 官方的媒体 把香港抗议者说成这个纳粹 其实反映了 都是反映了一种 非常幼稚的一种讲法 那就是你是坏人 所以我就把它 把你说成这个纳粹 我觉得这个杨博士 他用的这个本质论 因为你是坏人 所以我想要找到一个 最极端的这个负面的词 来评论你 我可以找到的词汇里面 那就不浪费 我感觉到有这样一种心态 这是不负责任的一种心态 赵博士 我现在必须要让杨博士 来谈一谈他的看法 并且做一番回应 杨博士您好 赵博士一直在过扣帽子 说我本质论 如果说共产党的本质论的话 我们应该看他的 共产主义集权这个性质 从这方面入手去分析 恰恰不是因为本质论 造成了我们这种逻辑分析 而因为是看到了事实 而这种事实不指出来 可能就会有灾难 并不像赵博士所讲的 这个灾难是我讲出来了 我杨建立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把这个世界大战 靠我用蒋吃纳粹 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 就把这个世界大战给讲出来了 真正的灾难 在于说中国在纳粹化 而我们又没有意识到 我现在有很多的证据 我可以展现给大家 当然我在中国 因为现在没有任何言论的自由 你没有办法知道 有多少中国人被洗脑成功 真正的支持共产党的 这个极端的民主主义的 这种情绪 但是你到网上 你随时可以看到很多的照片 大家如果对这照片 应该是非常记忆犹新的 叫做央视性党 绝对忠诚 请党简阅 另外有很多 你看这个是在教会里的 军事化的一些行动 歌颂党的 这个也是教会的 军事化的行动 这是在小学里 上学的头一天 大家一个军事化的一种仪式 这些都是一个表象 这种表象让我们看到 就是说中国在发生什么 刚才我讲了 经典法西斯的特征 我们可以辩论 我刚才已经指出来很多了 经典法西斯特征 中国已经具备了 从政治到经济 那下面 这个经典的法西斯 没有做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1984 这个政治幻想小说里边 所讲的那种政治现实 就是说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数字极权主义 他在用这个高科技 控制了这个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时的纳粹是没有做到的 那这个这一点呢 我叫赛先生 这个德先生遭遇赛先生 就是democracy遭遇了这个science 这个是这个五四的书 大家讲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个 这是中国现在的命运 另外中国是从共产 这个集权这个转化过来的 所以它带有一定的公有制的性质 这在经典的纳粹里是没有的 那另外就是当时的这个经典纳粹 在世界上没有那么强的经济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现在中国有 所以另外中国还带有东方的这个宫廷 这个政治的性质 所以这就为什么我说 它具备了经典法西斯的特征 同时又具备了现在刚才我说的几个特征 我说它是带有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 如果你要说我是本质论的话 我是从它的现实来分析入手 如果你要说它历史的发展传承的时候 这个德国当时法西斯产生前的那历史 如果说你在西方找个国家和中国现代相比较的话 那德国是最相近的 因为德国在西方的国家里边 资本主义发展是最晚的 当时为了奋起直追 匹斯麦是政府主导性的经济发展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他就吸纳经济精英以及知识精英 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这个在英美这些国家都没有发生的 这个是造成了当时的一个社会经济基础 这个社会经济基础 和六四以后中国主导性的经济发展 来吸纳社会精英成为统治集团的一部分 是非常类似的 这就是为什么它现在可以纳粹化的一个政治经济基础 而且经济上可以做统治经济的一个基础 好的 我们谢谢两位嘉宾 为我们所做的一些分析 那么我们也想来听听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特别是刚刚杨博士也提到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到底中国民众对于相关的这种事件的反应 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观众朋友的一些反应来看一下 下面这位署名叫李奇的这位网友 他说党旗放在国旗前面 中共就是承认自己是党国 军队是党卫军 就是宣布自己是纳粹 而这位署名叫克里斯黄的网友 他说争议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和纳粹虽然有许多相同点 但也有不同点 相同点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靠宣传来鼓舞人心 靠枪杆子来巩固政权 不同点是纳粹党比较连结 许多党员有信仰 德国老百姓比较支持纳粹党 而中共腐败没有信仰 党员各怀鬼胎 老百姓心里十分清楚中共本色 所以一旦发生战争 大家都会像对越共反击战的逃跑将军红二代罗元一样 走后门把自己家人从前线调到后方 不愿当炮灰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署名灯火熄时 他说警方使用棍棒叫轻度执法 民众使用棍棒叫致命攻击 警察也采用同等的枪支进行来反击 民众的棍棒与警察的枪支上升到同一个危险程度 这就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另外这位署名叫雨季的黄昏 他说哪一个纳粹分子能比得上中国共产党穷奢极欲 纳粹有几百亿家财的副厅长吗 纳粹有几亿现金的小自来水厂经理吗 署名叫于四郎的网友 他说肖禁令禁止蒙面法 这比送中条例更恶劣 现在是禁止蒙面法 过几天是不是要禁止穿黑衣拿雨伞 那么他提到美国再不严处中国将被中共视为默许他们的为所欲为 而下面这位署名叫李老板的网友 他说纳粹还有实力横扫欧洲 赤纳粹就只能欺负老百姓 那么我想继续回到我们在澳门的赵新树教授 那么赵教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就是说 我们刚刚谈到了说赤纳粹的这个说法 到底适不适合来描述中国共产党 那么非常谢谢您提供您的看法 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说这个赤纳粹的说法 它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一种反应 那么也有很多人担心说实际上在香港的抗疫群众当中 也有一些人反对使用这样的名词 他们宁可用反极权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在港人当中也有一些不同反应 那么甚至也有人担心这是不是会转移了焦点 让一些西方的舆论在接触到这样的名词的时候 有一些反感而转移了对香港事务应有的关注程度 您怎么样看这样的一个名词的使用 在国际间可能引发的效应呢 我觉得就是一般大多数的负责任的政府 不会贸然去接受这个说法 我觉得就是说它实际上会受到的 在国际关系中间它引起的这个影响会非常小 那么在民间会有一些人会开始来使用这个说法 我觉得它的这个如果说是使用的人多了 如果仅仅是比如说杨建利博士 那么少数人这么说的话 那影响也不会很大 那么杨建利博士的这个政治观点是众所周知的 所以它这个后边会引起多大的震动 那是很难说的 我觉得不会引起多大的这个多大的影响 那么再加上这个名词最早发生是在香港 一些抗议者中间这么说的话 它这个造成的影响不会很大 但是如果说是万一那个接受的人多了 这个普遍的把它说成是这样 那么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所担忧的 那么就像把中国这个不仅仅是政府 而且是这个一般的老百姓 反而是去往那个方向去推 那如果说是你是对中国现在的制度 持批评的态度 那是很多人都这样 包括我本人对它的许多做法 有这个很强烈的这个批评 那么我们可以说它是国家资本主义 我们可以说它是往那个极端民族 民族主义的方向走 然后用这样的相对更接近于事实的 这个说法去描述它的话 可能客观上能够让它更感受到压力 能够使它更有可能 往我们希望它走的那个方向去走 这样才是一种更负责任的一种做法 而不是读嘴上的痛快 用那个极端的词汇去描绘它 去甚至去攻击侮辱它 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杨靖丽博士在这里我也要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此外这个刚刚这个赵博士说 这个如果只是少数人 实际上把中共比喻为纳粹的不仅仅是港人 不仅仅是包括您在内的这些海外的民主人士 这个我们知道就在今年八月份 澳大利亚的一位议员他就把中国的崛起比喻为是纳粹德国的崛起 2015年的时候前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也曾经就中国在南海的填海造地 把这个中国比喻为纳粹德国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由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您又怎么看呢 这个赵博士认为这样的一种口语上的一种说法 不会对中国也不会让中国感受到任何压力 我觉得赵博士前后有矛盾 一开始他说我的说法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 甚至是核大战 刚才他有说我的这个说法没有任何影响力 不会掀起任何波澜 这个前后是矛盾的 第二呢刚才主持人已经指出来了 说不是少数人 现在赵博士应该是学术界的 应该经常的会读一些关于中国研究的一些文章 这种讨论不是这个一两篇 这种比较也不是发生在几个人的这个学者身上 最近呢尤其是香港的事情出来 在这之前这个新疆集中营的这个事情爆发出来 使得很多的国际上的政要也有类似的想法 只不过刚才赵博士也讲到了 作为一个国家在政策层面上 如果接受这个概念 他需要一定的过程 他不是随便讲的 但是有一些国会议员已经公开的做这样的表达 就在前不久 9月17号 美国国会的这个 关于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听证会上 一位这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参议员 叫Todd Young 也姓杨 但是他是另外一个杨 他就讲说中国就是一个 现在目前就是带有法西斯的特征 大家要警觉 我觉得把这个概念理出来 并不是说我要侮辱他 我应该加个最难听的词 实际上刚才我已经为了避免他给赵博士 我已经把各种这个特征都分析了 对吧 我说我就是有分析的 而且把历史的这个背景 包括二战一战以后 德国人那种心态 复仇心态 都已经描述了 这不是一个这个简单的 就是我就是要抹黑他 我觉得这种提法呢 可以让世界能够理解中国现在大概的走向 来避免灾难发生 赵博士一直强调 就是你说中共是个好人 他就变成个好人 不是这样的 对吧 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 我们都对中共 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在中共里也抱有很高的希望 对中共觉得它改革 对吧 到了美国 我觉得美国占主流的这个主导对华政策的人 都对中国抱 中共统治下中国抱有很好的愿望 良好的愿望 刚才我已经讲了 那良好的愿望它没有实现 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没有注意到 它可能的最危险的一种发展状态 这样给大家提出来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有时间我们可以分析 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在国际社会 它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反应 在这里会说 有一些我再补充一点 这个主持人 刚才主持人提到 就是说香港决定说 在10月1号 9月29号的示威游行的时候 把这个吃纳粹这个概念放下来了 原因是什么 这个我们做过一些沟通 也和这个美国的一些朋友做过沟通 就是他说很多的西方人 看到那个纳粹的那个符号 就是那个反应很不舒服 他并不是说不同这个概念 他说不要让很多的人 尤其是犹太人 他看了以后 一种生理上的反应很不舒服 所以不要打这个棋子 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个我私下都有些沟通 好 我想刚刚这个杨博士也提到 就是说到底西方主流世界 是怎么样来看待 共产主义跟纳粹的 在这里我可以引述一篇文章 这文章其实也有几年的时间了 那么文章里面提到说 其实西方社会的主流舆论 它是把纳粹跟共产极权 看成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物 纳粹被看成是全世界的头号恶魔 而共产极权被普遍认为是一个 想要进行理想主义试验的产品 也就是说纳粹是一个 十恶不赦的故意犯罪者 而共产极权呢 西方主流社会反而把他认为 他是一个好心办坏事的 一个理想主义的犯错者 所以这两者当中 也有人有这样的一种不同的反应 我想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 现在已经有不少的网友 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 我们继续再来看看 然后我们再请两位嘉宾呢 再来做一番总结 下面这位署名叫 中华奴才韭菜狗活国的这位网友 他说太看得起中共了 纳粹他们配嘛 德国纳粹伤害过自己人嘛 而这位署名叫王子的网友说 中国本身就是纳粹 中共以民族主义 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极权 不是纳粹又是什么呢 纳粹的特点是 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至上 崇尚武力 中共纳粹化已经非常明显 而这位署名傅政辉的网友 他说抗争的港民 用赤纳粹来对比形容中共 并不公平 在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纳粹 自认为优秀民主 屠杀了600万犹太人 建立无数集中营 造成无数生命牺牲 而中国虽然极权专制 却未犯下如此严重罪行 这样的敌视态度 只会逼中共更加强硬蛮横 受害的是无辜的中国人民 而下面这位署名叫 Baby McSwing的这位网友说 希特勒集中营 就是跟斯大林学的 希特勒也是社会主义 希特勒也是跟年轻人 说复兴和奋斗 还有这位署名The Chosen One 网友说他说 都有道理 但都有问题 纳粹跟纳粹化 两个概念不一样 一个是既定事实 一个是走向事实的过程 这点或许稍后两位嘉宾 也可以跟我们谈一谈 那么另外这位署名 叫张大霞的网友 他说我觉得中共独裁 是不可辩驳的 但把它叫成赤纳粹 是有点偏颇了 中共有能力把大陆治理好 已经很不错了 一个香港都筋疲力竭了 看不出有纳粹化 好 那么节目最后 我们还剩下一点时间 我想就交由两位嘉宾尽情来发挥 先让赵博士来谈一谈 刚刚我们的网友确实也说 都有道理 但也有问题 一个是既定事实 纳粹 一个是纳粹化 走向事实的过程 这刚刚您也稍微提到了 您是不是能在最后 节目最后跟我们做一番总结 谈一谈您的反应和看法 刚才有一位网友就提到 就是说中央政府在香港现在的几个月的抗议事件中间 他的表现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今天我们谈到这个话题 就是因为有香港抗议者 把中共说成是赤纳粹了 所以来看中共在香港这几个月的抗议活动中间 他的表现就非常的重要 他实际上是采取了一种静观其变的态度 应该说与很多国际社会所担忧的 与香港的中产 甚至反对派所担忧的 中国中央政府的表现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克制了 到现在就是说不仅没有派出一兵一卒 而且始终释放这样的信息 他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贸然做这件事情 这里边就可以看到中国的政权 现在在处理这一类事件上 跟当年的纳粹这个距离是多么的遥远 也让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将来走向哪个方向 未必已经是确定了 那么你再回到国际社会的表现来看 从各方面来看 香港现在的抗议 正好跟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时间上重合 而这个贸易战大家都知道 是美国方面首先先发动的 那么发动的这个原因并不是像很多人曾经期望的那样 注重中国的比如说民主了自由的 它采取的就是一种美国民族主义的这么一种诉求和公开的 就是我就是这个我不能容忍中国 还有20秒时间 国家比美国强 在这种情况之下再把中国标签为纳粹 那真的会让中国这个政权中间本来跟这个纳粹 有很大区别的这个种族歧视 这个强烈的这个过于强烈的这个极端的这个民族主义的情绪 本来是这一点是共产主义跟这个纳粹主义是很大区别的一个东西 你把它一个抹杀了 然后让他往这个方向 赵博士 抱歉 对不起 因为我同样也要留两分半左右时间给杨博士来做一番总结 那么杨博士在您总结前我也想要提一下 也有另外一方的看法 这是去年在以色列时报 有一位纳粹大屠杀教育基金会的主席弗里普 他在文章里面 他实际上认为应该要把当前的时事来与纳粹屠杀做对比 因为他认为只有一个适当的对比才能够号召行动 才能够帮助凸显偏见 才能够创造改变 我想杨博士两分半左右时间给您看看 我非常同意这位这个女士 女士的这个说法 刚才赵博士谈到中美贸易战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这里我就不做回应了 但我要讲的就是 刚才一位听众讲 说中共没有杀那么多人 这个是你完全不知道中共的事实了 这里我不用讲了 共产主义在世界上造成的危害 远远超过了纳粹 它这个造成的这个伤亡灾难 是远远超过纳粹的 但是为什么纳粹会引起大家这么强烈的这个反感呢 因为纳粹似乎是全世界的敌人 而共产主义只是右派的敌人 很多现在很多人还相信这个共产主义 这个纳粹是在十几年的时间内 从兴起到爆发 到带来灾难到灭亡 所以它给世界造成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那种对抗 所以大家对它认为是一个公敌 而中国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 可能就要走向这样的一条路 这个我觉得把中国说成吃纳粹 一个是共产主义政权走出来的一种纳粹化的一个国家 非常重要 这个让大家认为这个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安全和平的最大威胁 而是这个长期主导 30秒 世界的对华政策的白左 能够从对共产主义的那种迷茫中 能够清醒出来 好 节目最后我们还有点时间 我想再给两位嘉宾读几位我们这个观众朋友的看法 下面这位署名叫King Schultz的这位网友说 再不觉醒都将受到中共反噬 就像二战的德国和日本 不阻止反人类政府 老百姓都要倒霉 而这位署名叫Lin的网友说 其实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是一棵树上的两个果 根基是党国一体 而且是党在国上 人在党上 几位网友的看法 那么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 我们就进行到这里 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 杨建立博士 还有赵新树博士 来到这里来提出两人的看法 非常感谢二位 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网上参与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 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的焦点对话 我们要和您继续探讨 在十一之后 北京对香港是否会更加的强硬 也欢迎您按时锁定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